大家好,我是燕子 每天更新一道菜 今天用蝦仁和蘆筍做好吃的 先切一點薑片 再切成絲和蝦仁放一起 加適量鹽和料酒 抓捏均勻 醃漬十分鐘 蘆筍洗乾淨後切斜刀 切成小段備用 鍋裡加適量水 燒開後加適量鹽和油 把蘆筍放進來煮一分鐘 變成生綠色 撈出來 泡入冷水中 再瀝乾水分備用 再把鍋燒熱倒入油 開大火 把醃好的蝦仁放進來 快速翻炒 炒出蝦仁的水分 再把蘆筍加進來 一起翻炒 廚燒 最後放一點味精調味 再翻炒幾下就可以裝盤了 做法非常简单 口感清爽开胃 虾仁和芦笋一起吃 营养价值很高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吧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每日为您更新一道菜